过去的真的已经过去了 何必执着以前的人 我们的一对新人是彼此的初恋 初恋对于大家来说是懵懂的 也是青涩的 在此 我们想邀请几名周老师的学生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给我们的一对新人 送上你的祝福 并讲一讲她的初恋 苏灿灿女士 苏灿灿女士在吗 苏灿灿女士 看到一对新人 幸福地步入婚姻的殿堂 你有什么 想要和我们现场来宾 来分享一下你的初恋呢 我和她是高中同学 初恋是美好的 但对大部分来说也是遗憾的 像周琳老师这样 能跟初恋走到最后的 少之又少 我们都要向前看 高中同学 今天现场来了 不少苏灿女士的高中同学 那么她来了吗 没有 让我们再一次为苏灿灿女士 掌声鼓励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同学上台 桃雅婷女士在吗 桃雅婷女士 桃雅婷 桃雅婷女士 你不是说你已经放下了吧 把妆哭哭了你就输了 你不要想太多了 你看我 今天遇见蓝天爷了 大家都等着看我们好戏呢 可是有什么办法 就算再遇见 她不是以前的蓝天爷 我也不是同学的苏灿灿了 那你还想和她继续吗 当然 不想了 过去的真的已经过去了 何必执着以前的人 揭怀从前的事 未来的人生虽然是未知的 但不也充满了希望吗 就像你昨天说的 我们会有新的人生 从前的人和事已经不再重要了 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但我们还要努力尝试 好了 走吧 喂 好好好 天爷 上车 女人 我等我打算 都不知道自己是否 已经做好了 开始新生活的准备 和蓝天眼分开的这些年 我总是会想到她 想她的好与不好 可是不管是好的她 还是不好的她 我都已经失去了